五花肉怎么做肥而不腻 如果这道菜你还是学不会 我滴了两斤猪肉上你家教喂你 老好吃了 首先咱们准备隔壁王嫂沟送来的五花肉 给它改刀切成薄薄的大厚片 五花肉冷水下锅 放姜片料酒去腥 煮出血沫咱们给它捞出洗净备用 起锅多烧油 来点冰糖炒糖色 这个糖色是关键 冰糖熬至少色下入五花肉 翻炒至上色放葱姜八角桂皮咸咸干辣椒 搞里头 炒出料香味放生抽蚝油 少许老抽调色 咱们一定要给它加入一罐啤酒 再加入开水没过肉 放盐鸡精调味 老兄们 这个就是家庭版最简单的靶子肉的要成 每天分享一道家常菜 非常简单 非常详细 适合在家里边做 如果你也喜欢美食 给我留个双击 加个关注 红标在这里感谢大家 然后小火炖的七七四十九分钟 把这肉你像我这么做 老好吃了 肥而不腻 好嘞 再次